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大概有12年了 还没有访试之前 就是个案调查之前 我会介绍我们的词记 首先我会跟他们讲这些 不论是种族方面 还是不论你是什么宗教 我们都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帮助他们 让他们过了对过这个难关 他们就很安心了 我就是聆听案主说什么 他需要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小组会议 然后我们就商量 商考 看怎么帮他 最重要是要聆听案主 他遇到的难题是什么 然后他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们帮他一一地解决 跟案主他们互动 大家有那种感情 我们大家要互相信任 就是我们多关心他们一点 就好像一家人这样 当他们看到我们词记志工 他们会很开心 而且很安心 我相信他们也是很 也是很关心我们的 我们没有去他们会问的 为什么没有来的 他们也会打电话给我们 为什么你没有来 这样子 让我们很欣慰 这就是我们要付出我们的爱心 对待他们 我相信他们也会 这样子的对待我们 我蛮喜欢房市 因为可以健康之福 我们有时候会去老人院 有感恩后在那边 就是看到一些老人 无疑的 就是让我觉得自己的父母亲 要多陪伴 对我的父母更加要孝顺 因为做志工 你知道需要时间 有一阵子我的亲戚说 为什么你要去做志工 那时候我是很烦恼 起烦恼 然后我的孩子 他说妈妈 如果你认为你参加时机 你做得很发喜 发喜 很高兴 你就去做 你不用管人家说什么 我听到他这句话 我真的很高兴 所以我就也很感恩我的家人 他们会让我有时候工作的时间 比如说星期天有工的 他也让我跑出来去做房市 最重要是家人 他们认同我所做的一切 是做得很发喜 老师讲 最重要是做得很发喜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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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